说起刘亦菲,可能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应该是近期上映的《花木兰》吧,但是近期上映的电影《花木兰》似乎口碑并不怎么好,所以很多人都感慨说刘亦菲已经失去了之前的仙气。 比如刘亦菲在和胡哥饰演的电视剧《仙剑奇侠》,刘亦菲饰演的赵灵儿就让人印象深刻,在这部电视剧中,刘亦菲真的很有仙气,她的一颦一笑似乎都证明着自己就是天仙下凡,再加上刘亦菲的演技确实不错, 所以整个电视剧还是挺高质量的,网友觉得《花木兰》这部电影,没有充分展现出刘亦菲的仙气,但是逼着想说的是,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,在《仙剑奇侠》传中,刘亦菲饰演的赵灵儿,就是一个调皮比较活泼的女生,所以她自然会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。 可是在《花木兰》电影中,刘亦菲需要饰演的是一个孝顺,稳重,替负从军的形象,所以自然也就逼开了,脚皮可爱的人设,都说要因地制宜,电视剧也是如此,总不能你扮演每个角色,都要透露出一股仙气。 毕竟演员还是要以演戏为主,一些卖人设行为还是挺因人反感的,都说众口难调,网友对刘亦菲演的一些电影,还是挺有争议的,在微博上经常是粉丝和网友,就为刘亦菲的身材相貌护肆起来,可是这一次也许粉丝都会选择沉默吧,因为亲戚刘亦菲参加活动的照片,被曝光了在这样招聘中部门,看到了另一种刘亦菲,网友和粉丝都惊呼,这还是以前的她吗?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来,刘亦菲就站在工作人员的身边,她身穿一件黑色长袍,时不时的向周围的观众和粉丝挥手,但是细心的网友肯定会发现,已经不是之前那个身材苗窍的刘亦菲了,似乎发福了不少,而且肩膀也变得越来越远,网友还用了绑大腰圆来,形容她这张照片,更觉得满满的大妈机事感,特别是刘亦菲的身旁,还有两个工作的保安,似乎很嫌弃刘亦菲的表情,可能他们以为明星都应该, 保持苗窍的身材和好看的外表,能想到刘亦菲真人就站在自己面前,居然是绑大腰圆的样子,其中一位保安似乎还想笑出声的感觉,不过看以前对刘亦菲的一些报道,我们会发现,刘亦菲的颜值其实也是在慢慢变化了, 其实笔者也是想提醒一下,很多网友我们应该体谅一下刘亦菲,因为她现在已经30岁的人了,人过中年,样子和身材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,而大家对她的印象不应该再停留在叫林儿那个阶段了,她现在变得更加成熟稳重,虽然样貌有许许多多的变化,但是我们也不能去对别人的外表指指点点,如果说刘亦菲现在的样子真的不讨你喜欢, 但是她的情商智商是在线的,这从她接受的一些采访中可以看得出来,最值得一提的是,有一次在发布会现场,记者突然问了一个问题,记者问,刘亦菲,娱乐圈中除了你,谁最漂亮,其实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尖锐,大家都知道娱乐圈美女如云,而很多女明星也是名争暗斗,所以记者也许是为了找卖点,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,刘亦菲的回答更是让人拍案叫绝,本来记者以为刘亦菲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, 但是没想到刘亦菲居然接住了这个梗,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,各有各的漂亮,刘亦菲这样回答也就是说,自己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外貌让自己有多骄傲,而且外表这种东西不能拿来随意比较,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漂亮的点,并没有最漂亮这一说法,笔者认为,刘亦菲之所以被粉丝称作神仙姐姐,粉丝看中的不只是刘亦菲带有仙气的外表,而且粉丝还为刘亦菲的情商感到折服,对于神仙姐姐,你有什么看法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